上集我们讲到天启动用涅饰阵法,想要夺取混准主神之位。 白绝带领众神攻打天启和众妖的领地,月妮为了劝天启死于非命,天启也因为要祸害苍生而被白绝打死。 上古对自己至亲之人的离去感到疑惑,一定是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。 白绝来到幻境,他发现天启修炼涅饰阵法另有其因。 原来,天启意外发现祖神的混沌结界溃散,祖神让上古修炼混沌之力,是为了替三界苍生受死。 天启觉得这样对潜心修炼的上古特别不公平,他来到应生时面前质问祖神有关混沌之节的事情。 本集要从天启辱骂祖神开始,祖神将上古当成了祭品,这让天启觉得十分的愤怒,原来一切结局都是被设定好的。 天启为了帮助上古,他想方法阻止上古继承主神之位,这样上古就不会去送死。 在幻境里默默观察的白绝明白了天启的苦衷。 天启抱怨白绝亲手让上古护上主神之位,却让上古走向了万劫不复。 天启直言只要以三界生灵训世,就可救上古。 但是以三界生灵救上古一人,绝非上古所愿。 白绝觉得自己一定有救上古的办法,不过离混沌之节还有二日, 白绝能想出什么办法呢? 白绝觉得是自己害了上古,一定会想方设法地阻止上古成为混沌主神的, 也就是再一次的英雄救美。 不过这一次英雄救美,他能成功吗? 白绝只能在上古混沌之节前,让上古完成自己的心愿,赴桃渊林一句, 他想向上古表白。 上古落泪,白绝心疼地抱住了上古,上古一落泪, 白绝就心疼,可真是妥妥地般配了,白绝直言此生只求上古一事,就是这件事。 请求上古随自己赴桃渊林之约。 混沌之时示警,要以混沌主神的元神化解三界之劫。 众神相聚探讨此事。 此时诸神都要求智阳给个决断。 到了时辰,上古没有练成混沌主神,血影挑拨离剑, 污蔑上古,不过没有成功,智阳邀请目光迟日月己将上古带回来。 白绝带着上古来到他们修炼的瞭望山,看到两人之间的种种回忆,上古十分开心, 白绝要带领上古好好玩乐一日。 这算约会了吧? 虽然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间挺多的,不过这可是全天单独在一起啊, 妥妥的小情侣约会啊,两人一起摇着筛子, 白绝输了,上古要求白绝让他笑三下。 白绝送上古山梨,带他赏花,果然上古笑了, 他跟白绝约定,明年还来。 智阳找到白绝,白绝告知智阳天启的故事, 但是智阳说回到主神之位是上古的责任,上古必须跟他回去。 白绝不想看到上古灰飞烟灭,想要自己替代上古复杰。 但是智阳却说此法不通。 到了晚上,白绝带上古一起看星星。 白绝提到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,忍不住稳住了上古。 一稳定情啊,这对CP从师徒到上下级关系再到情侣, 现在情侣关系妥妥坐实,但此时上古却用神力封住了白绝。 原来上古早知道自己以身应结才能解中生之难。 他封住了白绝的神力,自己去应结了。 说到底,这次上古长大了,他不想要白绝为自己再次受伤, 他想要独自承担自己作为混沌主神需要承担的职责, 上古心中充满了离仇别序,他落泪了。 神界劫难将至,上古等人还没有回来。 这时目光决定身先士卒,带领众神布阵抵挡浩劫。 智阳回来,率领众神顶住神界,但是却逐渐力不从心, 很多神都抵抗不住混沌之劫而倒地。 上古恰在此时回来了。 他炼化主神令语,打算独自面对劫难。 上古觉得,魏苍生,是自己的职责所在。 他独自炼化主神令语,在他马上要被天杰穿透之时,智阳带领众神保护上古。 众神核心,其力断金啊,不知道这次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上古, 能帮助上古躲过这次浩然天杰吗? 原来魔界玄逸曾经将要做三界之主, 当初就因为在上古这同样的位置上,玄逸不愿意为苍生受难。 白觉醒来,天雷滚滚,不仅上古在保护三界安宁, 众神也在帮助上古。 白觉发现自己被上古设在结界之中,无法出去, 他拼尽全身的神力也要出去,结果不小心伤了元神。 白觉为了上古,真的是自己的性命也不要了, 但即使这样白觉也不怕,他一定要救出上古。 上古神力不够,喷出一口血来。 众神齐心协力帮助上古渡过难关。 白觉将自己的神力过渡到剑上,打算替上古赴死。 白觉这一招想的真的是奇妙,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爱人,办法总比困难多啊, 血赢药去救白觉,意外被智杨发现勾结魔族。 白觉找到上古,但是上古却不愿意白觉救他。 白觉十分自责,是自己逼上古成为主神。 但是,上古却不在意这些,他只问白觉那些情话,情势是不是真的。 女人啊女人,都快死了,最在意的,还是欣赏人对自己的感情, 要不怎么说女人感情充沛呢? 上古已经打算为苍生受死,他飘出了白觉的视线,身体逐渐变得轻盈。 白觉痛苦不已。 两人此生不能再相见,真的是来生也要在一起啊。 上古幻化成了一串珍珠手链,落在了白觉手中。 白觉不肯轻易让上古死,他将手链握在手中,浑身散发出了巨大的光芒。 三界回归太平。 白觉在屋中做着噩梦,发现上古已经离去。 他回忆起与上古之间的点点滴滴,两人之间的美好。 白觉打开门走了出去,仿佛上古无处不在。 上古的离去让白觉心痛不已,他形单影之,日日思念上古, 但上古已经离开,白觉伤心落泪。 他落寞的一个人坐在桌边。 脑海里全部都是两人之间的回忆。 此时红日回来,他看到白觉出来怕白觉着梁,赶紧让白觉回去休息。 此时,魔神悬疑降世,悬疑自私自利,不愿意为三界而伤,而宁愿做一只魔。 智阳来到白觉的殿中,白觉心已死,不允许外人进入。 智阳来到殿中,发现白觉正在痴痴地画上古的雕像,对智阳的话充耳不闻。 白觉失去了上古,迟迟走不出阴影来,白觉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上古,智阳也回忆起了四人以前开心的往事。 智阳查明了一件事,一是血盈协助悬疑攻打神族,二是悬疑堕魔是有原因的。 上古的死同悬疑脱不了关系。 此时小神来报,悬疑率魔族已经打入神界,白觉决定为上古报仇。 古君等三人看到魔族前来,就要冲出去。 悬疑此次前来,就是因为神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,他趁火打劫,于是悬疑等人和白觉等人就开始打了起来。 双方实力相当,不过白觉十分愤怒。 白觉和智阳同时抵抗悬疑,没想到悬疑七万年竟长了不少本事。 神族全部前来抵御魔族侵犯,纵使悬疑有成千上万条本事,也抵不过神族众神齐心协力。 此时血盈为了白觉,和魔族亲自打仗,他用原神兵封了魔尊的属下。 血盈为了白觉,也是生命都不顾了。 女人啊女人。 不过白觉喜欢的却是上古,而悬疑此时使尽浑身解数要打败众神。 可怕的魔尊悬疑啊。 他举起弓,就要射杀白觉。 但是被红日挡住了没成功。 白觉扔出宝剑。 所有的神都愿意以自己的原神毁灭魔尊。 真的是人多量大,大家齐心协力,用自己的性命做赌注,要魔尊悬疑依死。 魔尊抵不住这么多神尊的原神打击,终于命丧黄泉。 人多力量大吗? 纵使他悬疑再有能耐,那不过是单枪匹马独自战斗。 相比于众神的齐心协力,那肯定是逊色不少。 白觉自己也被重伤,他想起生命中的一点一滴,自己已经护下神界,就感觉十分的开心。 六万年后,人间界代替被剿灭的魔界,和仙,妖两界,成为新的三界。 仙妖两界还在因为前尘往事而不停地打仗。 在吴幻和暮光的婚礼上,古君大费铺张,让众神埋怨不已。 吴幻将秘密隐瞒了很久,直到结婚这一天,也没有同丈夫说出来。 婚礼办得很隆重,众仙都前来祝贺。 此时古君来了,他将自己与天后之女后池取出来,后池被锁在弹中,古君要别人给他的女儿算命格。 没想到后池是上神命格,这让众神惊讶不已。 现今世上只有三位上神,难道这后池会成为第四位上神? 在得知吴幻和暮光都没有意义之后,古君将自己的女儿后池封为上神。 这位后池上神即使以前的上古。 上古终于再次出现,不过是以后池的身份。 这真是轮回有命啊,后池走在路上,有些闷闷不乐。 自己的修炼能力有限。 凤然是后池的师父,后池寻来凤然,就要让他讨考自己,早考完早完事, 这还是上古的性格。 凤然来讨厌后池,不过后池水平不过关,天天挨骂,早就习惯了。 后池今天水平有所长进,这让凤然师父十分的满意。 后池也对自己十分的惊喜,变成一个神力需要花费数千年甚至是数万年, 上古这种为民牺牲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去学习。 而六万年后,后池的出生不得不说真的是轮回。 六万年后,后池的法术也在不断的精进中。 可见,唯有不断努力地练习,才能够有所成就,唯有不断精进,才能担当重任。 后池会与白绝相见吗? 两人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呢? 我们下次再分享,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